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而种制资源是种业科技创新的源头 春节前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奶牛种业创新团队 培育的三头克隆奶牛在宁夏林武士出生 这是我国首次采用克隆技术 对现存群体中中生产奶量高于100吨的 优良核子产奶牛个体进行种制复原保存 及两种繁育 这三头克隆小牛出生时 体重分别为57公斤 46公斤和68公斤 目前小牛健康状况良好 体型花色与体细胞公体奶牛完全一致 这批克隆牛的原本个体是来自于不同养殖场 超过四胎 年产奶量在18吨以上 终生产奶量大于100吨的核斯坦牛 这个照片就是我们克隆牛的供体母牛 大家可以看到这头母牛它的体型非常的优秀 不管是它的这个躯干还是它的乳腺的这个结构 我们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是第四胎了 但是它的乳腺没有任何的下垂或者萎缩 躯干平直 然后它几乎满足所有高产奶牛的这个外在的这个表现 以往国内奶牛胚胎一直高度依赖国外技术 由于进口胚胎价格贵 加上长期进氢繁殖导致品种退化 产奶品质下降 制约着奶产业的长期发展 为了攻克这一技术难题 填补我国奶牛高品质种子工程的空白 多年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从未停止过 对奶牛种子资源保存和优化的研究 我们目前国内70%的种子资源是依靠进口 体细胞克隆技术在新领域的应用 对于实现国内适应性和抗疫性良好的超级奶牛重生和扩群 形成超级高产奶牛育种群体 为选育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两种母牛和后背种工牛 提供了优质的资源 据了解 这一新突破能快速促进超级奶牛重生和扩群 形成超高产奶牛育种群体 解决我国奶牛两种依赖进口的问题 我们可能就很快能在几年以内建立一个上千头的一个超级奶牛的核心群体 就为我们后续培育我们自主的种工牛和两种奶牛的种子资源 破解我们对国外种子资源的过度依赖 可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下一步 宁夏05市将继续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深入开展奶牛两种繁育 技术人才培养等工作 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长寿奶牛 通过构建体外培胎生产加克龙加干细胞技术体系 努力为全区乃至全国选育出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两种奶牛